你好 我是董正榮 這裡我簡單示範你要怎麼變更你的帳號的密碼 因為在一開始你註冊的時候 我們會自動幫你設定一個密碼 登錄之後你看右上角這邊有一個編輯我的個人資訊 點擊一下你就會到達一個可以編輯個人資訊的頁面 然後再大概捲到下面的地方 它這邊有寫一個新密碼 你要變更的密碼你只要在這邊連續輸入兩次 重複輸入你的新密碼 它這邊會有一個建議就是強度偵測器 建議你至少是七位數比較安全 重複輸入兩次你要的密碼之後 按更新個人資訊 這樣子就完成了 非常的簡單 所以建議你馬上去變更 拜拜